在美国有一个科学家,受到了无情的抛弃,而在投奔中国之后,却又取得了让世界震惊的成果,创造了惊人的价值,并且加入了中国国籍。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会受到美国的抛弃呢? 解读国际热点,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资讯。 最近中国也成为人才吸引大国,被美国遗弃的一个科学家,带着世界级领先的科学水平来到中国,在中国给予了大力支持下。 他们给我们带来十亿极相机技术的研发、开发技术、芯片、半导体的重要机密,每一年给中国带来数千亿的收益,美国之后发现懊悔不已,为了把那位科学家带回,提出了更高的薪水。 想不到那位科学家不但严厉地拒绝美国要求,反而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跟美国彻底的划清界限,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不乐不常有,这位科学家名字叫做戴维布雷迪。 他的成长经历自始至终都是闪耀着星光的,从小时候开始,他的学习成绩就一直是明灭前茅。 早早地就在事业和学业上面取得了成功,他先是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位。 博士毕业之后,他又在伊利诺伊大学湘宾分校和杜克大学分别任职,甚至还创建了菲兹帕里和电子研究所,并且在研究所里面担任主任的职位。 可以说无论是从学业上还是从事业上,他都是非常成功的,并且也足够证明了他优异的能力。 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从小就立志要投身科研行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只可惜他的真心却被美国政府当成是垃圾,他一直研究的方向,都是精密成像技术。 而且在2012年,他跟他的团队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他们研发出了一款拥有10亿新作技术的相机,并且布雷迪还发表了论文。 一时间布雷比名声大噪,随后被各大报刊、媒体、新闻所报道。 他的名字也开始被更多的人熟知,他研究的精密成像技术,可以广泛地运用到非常多的领域里。 因此技术本应前景大好,但是布雷迪和他的团队,却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现实问题。 接下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科研经费,但是单凭他们团队的经费,不足以支撑他们以下的研究。 调查,因此布雷迪迅速想到了美国政府,因为布雷迪的精密成像技术如果能够运用在国防方面,那么一定能够发挥出来精密成像技术的最大价值,并且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于是布雷迅迅速地跟美国国防部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希望能够把精密成像技术和美国的军事运用到一起来进行合作。 布雷迪神情并茂地讲述,打通了美国军方,他们同意会专门拨款给布雷迪的团队用于技术研究。 并且布雷迪的团队可以将这项技术,运用到美国海军的远程监控系统之上。 于是布雷迪跟他的团队,在得到美国军方的资金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接下来的研究。 可是好景不长,美国国防部突然反悔,宣布布雷迪的这项技术,并不能够给国防部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用价值。 所以撤销了对布雷迪的研究资金投入,这对布雷迪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因为对于一项科学技术的研究来讲,研究过程当中如果突然地中断绘制,研究的此前成果功亏一篑,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于是布雷迪迅速找到国防部,希望国防部可以相信布雷迪的团队继续资助他们。 因为这项技术如果真的研究成功,必将会对美国的军事方面带来重大的进展。 可是这次美国军方却彻底地拒绝了,不听他的请求,反而还劝导布雷迪放弃这个一点也没有价值的项目。 这件事情对布雷迪和他的团队来讲打击不小,因为他们不光撤资,还打击了布雷迪的梦想。 虽然美国军方认为,布雷迪的项目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布雷迪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身为科学家的骄傲和他的执着,都迫使他将这项技术继续研究下去。 于是他开始带着团队到处寻找投资人,拉散住,募捐资金来支持他们的研发项目。 然而经过重重的努力,他们只筹集到了1000美元。 这对于研发来讲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这让布雷迪和他的团队心灰意冷。 这时他们听说中国正在到处招聘人才,于是他们就想去中国试试看,希望中国能够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研发环境和资金支持。 当他们离开美国时,美方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是却并不在意。 因为当时的美国人看来,他们的团队和他们的科研项目,都是毫无价值的,所以自然也没有任何挽留。 而刚到中国的布雷尼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些忐忑不安,不确定自己能否得到资金的支持。 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自己的顾虑是对的,尤其是当他们拿出自己的11像素摄像头技术时,他立即受到了中国的青睐, 并且立即获得了资金支持,就这样,本来已经走上绝境的科研团队,成功地生存了下来。 中国政府提供的2800万美元项目资金,立即让布雷登和他的团队感到非常的兴奋。 他们立即决定留在中国进行科研项目,更让他们高兴的是,中国对他们的资助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这无疑给他们的团队带来很大的信心。 在中国的布雷迪等人开始专心地从事科学研究,事实上我国的投资并没有白费。 布雷迪的团队很快就向中国政府交上了满意的答卷,首先将这项技术应用到相机领域。 开发出了这样一款特殊的相机,获得的图像非常清晰,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机技术。 中国警方搭建的天网系统,也采用了这项技术。 摄像头能够远距离抓拍到的人物细节,放大之后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嫌疑人的面部和五宽特点,大大降低了抓捕犯罪分子的难度,提高了城市的安全。 其次,这项技术在天文学和微生物学领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遥远的其行星到微小的微生物。 在这项技术之下无处可躲,被看得一清二楚,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领域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这个科技的功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布雷迪带给中国的技术,不仅为中国制造了无数的尖端产品,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想而知,他这项技术的价值远远不能用价值判断,他将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提供巨大的助力。 并且他在中国的成功,在世界之上广为流传,同时也传到了美国白宫。 美国方面懊悔不已,非常后悔当初放走了布雷迪和他的团队,于是想要召回布雷迪。 美国不断地想让布雷迪将高超的科学技术带回美国,为美国效力。 但是早在前几年,美国当局的种种做法,早就已经伤透了布雷迪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心。 更何况中国在他无助的时候雪中送炭,完成了他的梦想,并且还给了他想要的生活。 布雷迪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谁能够支持他,只是利用他,他早在心中有了定论。 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发来的召回令,并且很明确地向美国方面表示,自己不会回到美国,并且将在中国永久定居。 当即就向中国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并且中国也认准他为中国带来的贡献,很快就允许了他的入职申请。 于是在2018年,戴维·布雷迪以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定居住在中国,带领他的团队为中国科技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不能说布雷迪是一个旺本的人,因为这一切都是美国当局就有自取。 布雷迪作为美国公民,当初满腔热情地要为美国国防事业做出贡献的时候,却没有得到自己祖国的支持,甚至美军的行为使布雷迪感到心寒,无奈之下。 为了自己的梦想,他只能选择出走,而他跟中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互相成就。 中国完成了布雷迪的梦想,资助他的科学研究。 而布雷迪的研究,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科学领域的突破,也在世界范围之内做出了一个表率,证明中国也会优待拥有科学技术的外籍人员。 其实像布雷迪这样的历史还有很多,中国的包容性吸引了国外的许多优秀人才,而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人才的,在无数人才的倾囊相助之下,我国的科技、技术变得更加的先进。 我国经济变得更加的繁荣,并且我们坚信,在中国如此包容和善待人才的条件之下,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来加入中国这个大家庭,一起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努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请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